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走吧方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厄地国家公园 这个国家公园呢,位于南达克达州的西南部 分南北两个大的区域 南边的区域呢,比较贴近自然 而北边这个区域呢,有很好的公路 贯穿整个公园 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公园 东侧这个区域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建议这个公园 游玩两天,可以走一些步道 来充分享受这个公园的美 图中绿色的线条呢,是我们走过的一些步道 这些步道呢,都属于比较容易的 这个黄色的步道,Natch Trail 我们并没有走 这个步道呢,稍微的长一点 难走一点 草原的天呢,也是说变就变 刚刚远远看到的云朵 现在呢,我们的车已经在浓浓的云雾之下了 而且远远的看到呢 这个大的云雾,它直插入地上 感觉像是龙卷风要来了 刚进到恶地国家公园的区域 大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 只好在风雨之中 第一次与恶地国家公园见面 因为下着大雨 而且我们赶路呢,也赶了四个多小时了 眼看着游客中心已经快要关门了 所以我们决定直奔游客中心 就在这大大小小,忽紧忽慢的雨水中 我们已经赶到了恶地国家公园的诗情画意 弯弯曲曲的小路 沿着岩墙 一路把我们送到了游客中心 游客中心前面的景色也是相当的美 而显得很贴心 这里的云雾也变得淡了一些 雨也停了下来 内部设计很美的游客中心 而它的放映厅却因为一些技术原因而停播了 本来想参观一下它的化石的准备实验室 结果呢,也暂时关闭了 不过这里的野餐区域 确实非常的漂亮 有点像我们以前去的白沙国家公园的野区的区域 可见这里的风也是很大的 匆匆离开了游客中心 因为雨也停了 我们就打头向回走 先来到了Cliff Shelf 这个步道呢,跟以前走过的步道呢,稍稍有一点不同 以前走步道的时候呢 多半这个步道上搭的都是木板 而这一块呢,刚进入这个区 它却是一些铝合金达成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它都不是很平 可能还是由于冬季寒冷 很容易产生动土 使得步道变形 如果你觉得这里的景色 跟前一秒钟的景色很相像的话 如果你时间紧 那你也可以不走这个步道了 确实,我觉得在步道的头和尾 看到的景色是非常的相似 开车继续向公园大门的方向走 就到了C的山口 这个山口呢 是恶地国家公园 第一个让我感到惊艳的景点 也是在有点自私的行动之后 感到有一些愧疚的一个景点 同时呢,它也是在听到背后 轰隆轰隆的发怒般的 汽车加油的声音以后 感觉有一些焦虑 和不知所措的一个景点 虽然没有蓝天作为背景 但是高大的雄狮依然威武 马路的对面也是很漂亮 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 公路旁边有一个沟槽 就是因为这个沟槽 我感觉特别的危险 而且这次租的车呢 也比较高档 于是呢,车就停在了刚刚进入 可以趴车的那个小区域的口上 决定照一张相 马上就走 谁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急性子的人 从后边开进来了 看我们站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他就准备从侧面进入这个趴车的区域 结果一下就掉到了沟槽里 后果呢,可想而知 终于呢,在大家的努力下 让他离开了这个窘境 也让我们后边的旅程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恶地国家公园的所有的山口呢 可以说它都是背靠着尖尖的高山 而你的前方就是广阔的平原 中间呢,是弯弯曲曲的山道 让你穿越在所有的尖峰之间 虽然这个时候还是盛夏 但是地面的颜色 已经让你感到秋色的美妙 连云彩也喜欢这一块 如同火星般的地貌 把他紧紧地笼罩起来 一个个尖峰,一道道的岭 一层层不同颜色的岩石 被侵蚀得有平台,有尖峰 环绕大地 蓝天伴着白云 青草伴着尖峰 真是美妙绝伦 没想到恶地国家公园是这样的美 而这个美 仅是这个公园的小小的一部分 而且这里的美呢 给你的感觉是触手可及 你看到哪儿 你都觉得你可以攀岩而上 或者你可以很近距离地 来仔细地观看它 在这一片土地上呢 红色的岩石这部分是比较脆弱的 比较松软的 很容易被侵蚀掉 而白色的岩层是比较坚硬的 比较抗侵蚀 所以行程平台呢 都是白色的这一层岩石 一旦它被侵蚀掉 这里呢 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尖峰 这一路上 一会儿是尖峰 一会儿是一个一个的小土包 一会儿是大大的平台 一会儿又是结构不同的 各种的尖峰组合 美 温度步道的起点呢 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这里的步道呢 也是由木板搭置而成的 远远地看去 就有一个像布达拉宫一样的山峰 一进入这个步道呢 左侧的岩墙 简直就像土墙一样 感觉就是黄土地地区的一个大大的土墙 中间呢 还有很多的window 而这一面就是高高的尖峰 这个路呢 就是通向Natch Trail的一个小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走这条路 在恶地国家公园 如果你走不到的话 要小心 因为这里面呢 会有响尾蛇 慢慢地接近这个窗口 感觉呢 感觉呢 真是把酒 眼欢 慢慢地接近这个窗口 向外望去 真是远处 真是远处是广阔无云的大草原 而近处则是一个一个 一排一排的尖峰 因为太阳光线角度的关系 你看上去呢 以为它是一个山峰 其实呢 它是一排一排的山岭 从这个岩墙望出去 也可以看到背后一层层的山峰 在这里呢 真是充分地理解了 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无论是大景还是小景 都让你的眼睛忙不过来 虽然这时候我们已经鸡肠碌碌 可是至少也是大饱了眼福 总是有一个器官 已经吃饱喝足 这个停车场呢 应该是恶地国家公园里面 最大的一个停车场 三个trail 一个是window door 还有notch 这三个trail 都是从这一个起点的停车场出发 这里呢 有卫生间 厄地国家公园呢 除了在游客中心 有一个标准的卫生间以外 其他的地方 都是这种小型的 室外的卫生间 这个door trial呢 是在刚才的window trial的北边 也是铺好的木制的步道 这两个步道呢 都是可以走轮椅的 步道的进口处呢 也是一个尖峰所构成的一面岩墙 真的就像钢铁长城一般 不过呢 它是有颜色的 有层次的 它的左边 看上去都是一个一个的 不太大的小方山 那这一块呢 你可以看到 它都是由白色的这层岩石组成的 因为它比较坚硬 但是呢 也因为年代的长久 已经很多呢 都被侵蚀掉了 而形成了一个一个的 小的方山 这里就是door 人们可以很欢快的走进去 来感受这里的美 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 为什么那个地方叫window 这个地方叫door 那这里呢 你可以走进来 来品尝一下 这里的美景 这里呢 简直就是火星地貌了 你看看这里 复杂的被侵蚀的地貌结构 它就是大峡谷所形成的初期阶段 可以近距离地来看一看 这层红色的岩石 这个高傲的红色的小山 之所以它还可以一力挺拔在这里 就是因为上方还有一块小小的白色岩层 当这层广白色岩层被侵蚀掉以后 到了红色岩层这一层 它就会大大的加快侵蚀的速度 而深深地向地下而挖掘 形成深谷 上方呢 留下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尖峰 感觉就是像立起来的土豆片 如果你离开木质的步道走下来 那一定要被加小心 远处看的时候觉得这层白白的岩层 也并不高 其实呢 至少也要有两人多高 从这里望出去 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尤其是向边缘走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有些地方呢 可能已经很松软了 尤其是在下雨之后 特别是在小雨 然后转成暴雨之后 这时候的地表是最危险的 在这里呢 正是享尽了荣华富贵 也看尽了人间疾苦 如果你还是想近距离接近这个红色大面积的岩层的时候 还是要沿着这个标示杆所指示的步道向前走 因为这里面被侵蝕了 因为这里面被侵蚀的已经非常的破碎了 也许你看着两个地方离着很近 但是其实呢 它有深深的勾股 可能呢 你并不能跳跃过去 那样的话呢 你就会绕很多的路 白白浪费很多的时间 所以呢 一定要沿着刚才所竖起的那个黄色的金属杆 沿着它去慢慢地接近红色的岩层 从Doll Trail走出来 才看到这个狮子向你招手的小芳山 远远的看到的草地其实呢 也是鲜花朵朵 离开Doll Trail 又回到了Cedar山口 真是一个能让你忘却饥饿的美景 现在呢 蓝天白云在背后 显得更加的威武 刚才走的Window和Doll Trail 我建议你呢 至少走一个 我个人感觉呢 Window这个步道 更有吸引力 虽然它并不能够近级地接触 小的地貌区域 但是从Window望出去 真是惊艳 从Cedar山口开出去 一路向南走 一直到化石展出那个区域 我觉得这一段 是恶地国家公园 最美的一个区域 当然有人可能会跟我争辩 会说Yellow Mouth那个区是最美的 那我觉得呢 Yellow Mouth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区 但是这个区呢 实在过于太小 而且呢 它的高度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在垂直结构上看上去 没有那么的复杂 而这个区域呢 除了区域面积很大以外 它的山体的高度也比较高 并且呢 它很有层次感 这个层次感呢 不仅仅是沿层 它有明显的层次感 最主要的是呢 它的山体的高度不同 每一层呢 它的颜色又各不相同 这样呢 它的整体的外观 就变得非常的丰富了 这时候呢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太阳已经是斜照在山脉上了 所以沿层的颜色 看上去不是那么鲜艳 后边呢 我还给大家展示一下 中午的时候来到这里 它的感觉 真是过了这个山门 就来到了画石展示的这个区域 步道的起点呢 还有一个宣传的小亭子 当然这里呢 也可以躲风避雨 这里呢 也是一个不太长的步道 木头搭制而成的 到这里以后呢 就有很明显的提示的牌子 就是告诉你 尽量保持在这个木制的步道上 因为草地里边呢 可能会有响尾蛇 在整个这个步道里 有很多这样的化石的展示 介绍了这是什么样的化石 这些化石呢 都是在这个区域里挖掘出来的 在这个化石展示区的对面 是另外一个步道 这个Castle Trail 这个呢 是一个中等难度的一个步道 所以这个步道呢 它并没有看上去修好的这样的道路 而是呢 也是通过一个一个的那样的金属的标杆 来告诉你 你这个路应该怎么走 这整个步道呢 是非常长的 如果你有去有回的话 要有十个英里的长度 而且这个步道呢 可以直接通向 刚才我们去的Door 或者Window的那个步道 主要吸引我的呢 就是这个尖尖的小山 所以我呢 就沿着这个步道走下来 如果是不下雨 应该是没问题 好在呢 在草原地区 真是有一片雨 就会带来一阵雨 而它呢 这阵雨呢 都是一片一片的 幸好这个区域 一直没有下雨 所以地面呢 比较干 如果这里经过雨水的话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我在这里很幸运 但是最终呢 我也没有躲过满脚的泥土 这个白色的标牌呢 都是告诉你 要小心响尾蛇 金属的牌子 都是告诉你 这个步道应该怎么走 从这一个金属的标杆 就可以看到下一个 走得人多的地方就还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道路 而且呢 看上去 感觉真是像 理论意义上的彩绘山一样的泥土 而每走的 刚刚看到的这个地方 都是军列地 这儿真是大国雄奇的感觉 而四驾望去 却是满目创然 因为一会儿一阵雨 一会儿一阵雨 所以我们走的路程呢 也是走走停停 有的九点跳过 有的景点呢 又得重新回去再看 所以很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这集视频 出了这个山口 简直是美得无言以对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沿着公路从这个山口开下来 公路的侧面 简直就是一个深深的峡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蓝的天 也没有看到过这么白的云 而且呢 而且呢 感觉呢 感觉随手就可以摘下一朵云 广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会儿 有的有点不太真实的蓝 竟然让人想起了 加勒比海深邃的蓝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吧 这样我们可以游走天涯 从山口下来 继续万东走 这时候步道上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 你看看这一块 已经裂开了地 如果一踏空 那就是万丈的深渊啊 但是还有大胆的人 他们直接就向里走 一直走到 这个悬崖的边缘 绿朵朵的云 随着风在飘动 他们给地面 也产生了不同的景观效果 给大帝也披上了新妆 这是峡谷的底部 红色的咽石层 好漂亮啊这个颜色 再往前走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盆地 夹在两个尖峰之间 一眼望出去 也像是秋色正浓 在公路的对面呢 也有相似的景色 不过呢 就是山峰高高在上 而不一样的呢 就是在谷地里 还有着这样的 balance的石头 可探的呢 就是他们有点 生不逢时 被后边的高大 掩盖住了 仔细地望过去 每一个balance的石头 都各有特色 而抬头望上去 这里又开了一个 自然的窗口 可以看到 一辆辆的车 从高山上 从高山上 直尺而下 这一块真是太美了 正想时间就停留在这里 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认为最漂亮的 这一段山路 这时候呢 是中午 可惜呢 上面云层 还是有一点点的厚 从东万西开 和从西万东开 真是还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感觉 我个人感觉呢 还是从西万东开 显得更漂亮 更有层次感 两个相机呢 同时开 本来呢 我期望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同的角度 同步来进入同一个区域 但是可惜呢 有一个相机中间停了几次 所以造成了两个不完全同步 但是既然录了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开车穿行在这彩绘山里 什么样的感觉呢 应该感觉就是行驶在 一个大一点的盆景中 也像是开在迪斯尼的童话世界里 真是梦一般的静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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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